很恰当 OK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每一季帮我 设定出一个 资料结果 那当然他也会自动帮我把它做加总OK 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已经把那个每个年 每一个季 问题09 那接下来的话呢列出每一个部门 每一个业务员 每一个客户 的交易额 那也就是说在列的地方 你可能在他有一个第一个位置就是 我们的部门 第二个位置就是放 业务员 就是其实才是员工 第三个就放客户 那他会自动 帮我把那个交易的金额列出来 那做出来结果 大概长得像这样 底下这边可以看到 所以基本上呢 看一下这个好像多个月份 月份应该是不需要 看一下 列出交易金 好像不需要月份 所以 也可能月份要把它拿掉 所以 部门 这个人员然后再 那个客户 那所以呢一样我先把 这边的这个 问题09的结果 干脆也拿来复制 拖拉过来一下 然后把它改一下 改成10 那这里面的话大概就是 把消货日期移掉 月份也移掉 然后我先把那个 中间就是加那个所谓的 部门名称 放在那个列里面的第1个位置 那如果说你要再放第2个东西的话 你可以再拖拉 放在下面 员工姓名放在这边 那业务就出现了 也就是说呢 同一列里面 你可以 不只放一个 一个栏位 你可以放两个以上栏位 那这个两个栏位的话 就会显示 他所有total的业 这一个部门 业务三客 他的所有家种 他个别的也会显示 所以这个地方里面 业务姓名就放个别的 他全部的家种在后面 如果你又要针对呢 哪一个客户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客户 的那个 客户名称 拖拉到第3个 列的第3个位置 放开 OK 那你会发现 他的关系就是 哪一个 部门 跟哪一个员工 其实业务人员 他服务的对象业绩是多少 都会分别把他列出来 这样的话 其实就也是一步了 你说你同一个 列 里面呢 可以放三个栏位 做 这个比对分析 OK可以看到结果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 10的部分 所以可以再把这个 把它改成10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针对 这个最后两个问题 最后两个问题 蛮简单的 这边应该第12个 第11个问题应该列出 什么 Top Sale 就是不分年 不分哪一年 比如他2007 2009 那我全部 的Top Sale 帮我排序一下 也就从高到低 帮我排行榜 排出来 那再来的话呢 最后个问题 比较简单 就是 如果我只要 2009 的话 那该怎么做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 把这个 第10 拖拉一下 拿这个第10 来改成11 好了 那如果用 排行榜 那当然 第一个呢 我们一样 就是说 把那个部门名称 拉掉 把客户也拉掉 留下什么呢 员工姓名就好 那他的家总 这个地方 家总部分的话呢 我们其实可以 再把这个范围 就是说因为他现在 预设的排序范围 不是按照 合计里面的结果 那如果说我要由 合计的结果由高到低的话 那当然最简单 你可以切到资料 资料里面有一个排序 你可以z到a 游标只要放在合计里面 z到a一下 OK他就会怎么样 帮我根据什么 目前的 这个合计里面这一栏 帮我做什么 由z到a z到a就是由大到小 自动帮我排序 那所以你会看到 只要游标放在其中一个储存格 按z到a 他就会自动 帮我 排列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公司里面业绩最好的 他就是 他会自动显示出来 这个人 其他的话一直在推 但是目前 他并没有 分哪一年度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我希望看到的是 2009年的那个年度的top sale排序排名的话 那我最后可以再把什么这个地方 第11 拖拉一下 把它改成第12 OK 12 然后呢 这边 可以再增加一个年度 年度怎么加入 其实他有两个方法 要不就是把它拖拉到报表筛选 这边可以筛选 或者蓝筛选 可以啦 那我们 这边的话我干脆 直接把他年度部分 放到那个 那个什么 蓝标签好了 那当然他拖拉过来应该有三个年度 所以三个都会出现 那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再针对什么 哪个年度做筛选 所以你可以 只留下2009的 就全部不要全选 留下2009的 按个确定 OK 这样的话呢 就会显示出来了 那当然 排序如果不对的话 你可以 再利用Z到A 再把它排一下 这样的话呢 排完之后呢 2009的 所有结果就显示出来 不过当然最后 总计这个 这边跟这边好像一样 如果你当然不显示这边的话 好像我刚刚有提过 你可以 按滑鼠右键 他这边有移除总计 你可以把这个总计 把它拿掉 这边就不要多一个 不然感觉好像多一个结果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会 可以看到2009年的Top Sale 好像 因为